他是香港的一代风雨人物 连向华强都要畏惧三分 魏邦沈殿霞出气 公然怒骂程少秋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2011年邓光荣在睡梦中 悍然尝试了 大半个港圈的大人物都前往 葬礼哀悼 甚至惊动了警察维护秩序 邓光荣为何能走到这般地位呢 1946年邓光荣出生于广东 家庭背景雄厚 父亲势力大地位高 畏惧他的人不在少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 邓光荣出生以来 就享受了众多人的宠爱 家中也是有权有势 邓光荣因此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 小小年纪就打架斗殴 但学习却没落下 属于学霸级别的人物 加上身体魁梧 眼神较为尖锐 乍一看颇有大哥的风范 因为气质突出 在校园的人气高 拥有着众多的迷妹 小时候的邓光荣 一心以为自己长大以后会当官 会从事政治工作 却稀里糊涂地踏入了娱乐圈 当时的学生王子 剧组正在招募演员 经好友介绍 邓光荣抱着常识的心理 去参加了选拔 结果从选拔当中是脱颖而出 成为了男主角 通过电影的光环加持 以及邓光荣自带的脾帅气质 一举成为了女生心目中的学生王子 随后他接演了多部作品 事业是如日中天 1969年在拍摄 《非男非女》的时候 他遇到了人生当中的 一个重要朋友 沈殿霞 这个女孩身材虽然比较肥胖 但是性格好 也小有名气 主持《欢乐今宵》 被人称为是开心果 邓光荣被他自带的 欢乐气质所感染 对他是照顾有加 两人大友 相见恨晚的感觉 便结拜成兄妹 情义深重 当时香港流行结拜 一方面不仅代表着 几人的感情浓厚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联合起来 彼此有个照应 毕竟当时娱乐圈还是有不少的阴暗面的 单打独斗 很难走的长远 70年代 有这么一个组合呀 空空出世 叫做银色鼠队 取名是借鉴于好莱坞的一个乐队 当时七个人因一党综艺而一见如故 接下情义 张冲便决定把七个人组成一个团队 分别是六男一女 邓光荣因为年龄原因排在了第六位 虽然只有七个人 但是个个都是港圈中响当当的人物 几个人那都重情重义 互忙互助 不断壮大各自的实力 也使得这个组合呀 远近闻名 能和这些人一节金蓝 可见当时 邓光荣在港圈的地位不容小区呀 而后呢 他又前往了台湾发展 在台湾也是积累了一定的人气 拍惯了爱情文艺片的邓光荣 决定开始转型 尝试着黑帮功夫动作片 毕竟自小在街头打架 功夫了得 他的形象也极其符合那些黑帮大佬的角色 于是呢 邓光荣接连主演了家法 血洗唐人街等作品 皆获得了好评 陈慧敏对于邓光荣的武打片 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他是一个学功夫的人才 打戏动作 干练又美观 可以说邓光荣在港圈中如遇得水 不仅依靠着自身实力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啊 他会做人 广泛结交好友 壮大实力 所以人脉同样重要 孤军奋战 困难时期没有他人的帮助 往往很难成就一番大的事业 邓光荣因何担任联工馆的座馆 涉及黑帮事务 魏抢周润发和向华强掰手腕 最终谁赢谁输 创办了影视公司 他能否取得成功呢 除了在港圈地位崇高 邓光荣也曾涉嫌黑帮 在江湖中流传着他的传说 联工乐是一个香港 一个鼎鼎有名的黑帮社团 由刘荣居一手创办的 说起刘荣居 这个人曾经是邓光荣父亲的手下 后来离开他父亲 自己打拼 刘荣居十分欣赏邓光荣 认为他讲义气聪明能干 便提醒他成为了第二任社团的领导人 帮助自己打理事务 从娱乐圈再到黑帮社团 邓光荣的背景一步步壮大 也凭借自己在社团的地位 也为自己的演艺事业扫清了障碍 不仅在港圈中人脉广 其他圈子同样也结交了一众的好友 连富豪门也得对他礼让三分 成为了香港的大哥大 果然名副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邓光荣退去了青涩 气质也越发的沉稳 他决定创办自己的影视公司 自己监制影片 为此他1977年成立了大容影视公司 1987年开办了影之节公司 拥有了两家公司 1986年因出演英雄本色 周润发通过黑帮大佬的形象一炮而红 吸引了向华强和向华盛两兄弟 当时兄弟俩刚成立电影公司不久 看到周润发在英雄本色中的精彩表现之后 火速邀请他与公司合作 此时邓光荣也注意到了周润发 想要邀请他出演江湖龙虎斗的男二号 自己兼任男主角 这么一位大人物向自己提出邀约 周润发自然碍于他的地位不敢拒绝 便当即答应了 谁曾想永胜那边已经为周润发 安排好了下一部作品 两部拍摄时间相撞 周润发一时之间也抽不开身 无奈之下周润发只能将实情悉数 道给了邓光荣让他来做出决定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只要想做就没有邓光荣做不到的 他当即向向华强和向华生约出去 详谈关于邀约周润发的事情 邓光荣提议希望能够先借走周润发 拍摄一个多月 但向华强那边的剧组也即将开机 邓光荣地位崇高 向华强也有一番本事 虽然对邓光荣还是有所畏惧的 但是向华强并不打算这么快妥协 双方争执不下火药味十足 这时邓光荣的一兄谢贤赶来了 缓解了这场无声的争斗 原来周润发害怕事情闹大便打电话 让谢贤来当何时老 得知此事的谢贤就给两人出了个主意 掰手腕 胜利的一方就能够邀请周润发参业 乍一听有点无厘头 但是两人还是看在谢贤的面子上 答应了下来 邓光荣自小打架全都有劲 向华强也曾经专门学过功夫 两人可以说实力上是不相上下的 比赛正式开始 一开始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彼此是倾金抱起 不过后来慢慢的向华强处于了下风 最后是败下阵来 赛后两人相是一笑握手言和 这场争夺战也在谢贤的帮助下 成功的落幕了 能够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有了周润发的加盟龙争虎斗 这部影片上座率极高 也让邓光荣有心心继续做大做强 之后邓光荣又接连邀请了任达华 林青霞等担任配角 一同拍摄电影 能聚集这么多有名气的明星座配角 除了邓光荣 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 虽然在港圈储尊居险 但是邓光荣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势刁难他人 而是会同他人耐心的交流 听从他人的意见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同他合作 在沈殿霞的追思会上 破口大骂郑少秋 为何他敢行这般贸然形势呢 为人仗义重情义 是否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呢 为何65岁的他便刻然尝试呢 是因意外还是另有原因呢 1993年在拍摄完黑豹天下之后 邓光荣就此吸引了 退影幕后 坚持了31年的演艺之路 终于到达了终点 在这几十载的时间里 他拍摄了60多部作品 为观众带来了数个精彩的角色 也为香港影视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退影幕后 但是他人有难 邓光荣也会尽力而为出手相助 不过因为他的重情重义 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争议 在著名的歌手罗文的葬礼上 邓光荣就和香港富豪刘鸾雄发生了矛盾 当时罗文患病急需治疗费用 他的助理便私下向刘鸾雄借钱 谁知刘鸾雄不小心将此事告知了媒体 闹出了一众事端 邓光荣得知此事之后 为罗文愤愤不平 认为有损了罗文的名誉 当刘鸾雄出席罗文的葬礼时 邓光荣就当众指责刘鸾雄 指控他为人不道德 场命案十分的尴尬 迫于邓光荣的事例 刘鸾雄只得匆忙离开 虽然是为刘文出头 但形势太过莽撞 容易让自己陷入困境 闹得最大的一件事情 当属在沈殿霞的追思会上 怒斥郑少秋 大家都知道 邓光荣和沈殿霞是结拜兄妹 两人拥有了多年的交情 共同经历了许多的事情 在邓光荣心中 他胜似自己的亲妹妹 而郑少秋和沈殿霞 曾经是夫妻 后来离婚 期间沈殿霞为郑少秋付出过许多 不过郑少秋在婚内 曾经传出过绯闻 邓光荣一心认为 郑少秋辜负了沈殿霞的一片深情 抛弃了母女两人 独留沈殿霞一人将女儿养大 对郑少秋是怀恨在心 2008年沈殿霞逝世 而身为前夫的郑少秋 却没有参加他的赠礼 将沈殿霞当作自己妹妹的邓光荣 怎么能够忍得下这口气呢 在香港沈殿霞的追思会上 郑少秋终于出现了 邓光荣便当着众人的面 指控郑少秋的罪责 指责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 指责他对不起沈殿霞这么多年的付出 台下多是香港娱乐圈的大人物 也有众多的媒体在进行录制 邓光荣这么做 无疑是给了郑少秋难堪 让他下不来台 好在最后郑少秋能够心平忌和的 讲述自己的原因 化解尴尬 有人认为邓光荣是心疼沈殿霞 才会这般冲动 不过也有人认为他脾气火爆 做事不分青红皂白 讲义气固然是件好事 但前提是讲究策略 让自己能够安然脱身 不过以邓光荣的身份 就算事情再重大 也不会对他产生太多的影响 2011年邓光荣因突发心脏病 在睡梦中离世了 本来还身体健壮 却因意外突发身亡 港圈中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 就此消失令人感叹 在他的葬礼上百位明星前来参望 各大媒体聚集报道 场面是前所未有的壮观 毕竟邓光荣的交友圈太过广泛了 对待朋友极其大方 这么多人前来吊咽也是常识 回顾邓光荣的一生 他是娱乐圈中闪闪发光的 一颗璀璨的星星 是香港的大哥大 具有王者风范 重情重义 虽然外界对他的评价 有好有坏 具有争议性 不过这也正是他独特之处